歡迎回到體壇觀測站 我是張聖霖 這段的節目我們要來聊一聊 2023TSR全國機車錦標賽 在經過一到五戰精彩的比拼之後 終於在8月底結束了下的賽車祭典 那今天的節目我們就是要來做個年度的總結 我們邀請到的是一年陪著我們的賽評冠志 一起來跟大家聊一聊 冠志你好 好 這裡哥你好 現場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冠志 好 那麼在轉播的過程當中 我想觀眾朋友如果有看直播應該都知道 我們其實是聊過很多 但是結束了這樣子一整年五個分戰之後 冠志你自己有怎麼樣的一個想法 看待整個這樣的一個TSR的比賽 好 今天2023年的比賽 雖然感覺時間過得很快 感覺我們好像才前一陣子才在開會說 今年的第一個比賽要怎麼自播 總結一下的話 可能就是用精彩絕倫 絕無人場來形容我們2023年的TSR的比賽 這次比賽 組別其實非常的多 那也讓觀眾朋友知道 我們在台灣的運動那個摩托車界 其實有那麼多的不同的賽事 跟那麼多不同的選手參與在當中 希望觀眾朋友們也非常享受我們2023年的TSR的比賽 好 那既然講到了選手 我們就抓幾個特別你有印象的選手好了 先來聊聊黃浩好了 畢竟他在受傷歸來之後 被大家成為王者歸來 你怎麼看黃浩 是 他在去年2022年 真的是他的獨當一面 非常的厲害 可惜今年2023年 他上半年度因為受傷的關係 所以到最後一戰 他才真的正式復出 然後就奪下了兩個A組的冠軍 有Bike150A組跟125A組 所以黃浩 他不愧是那個我們的台灣摩托車界 現在的一哥的存在 我想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除了黃浩這樣的一個王者歸來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令人感動 或者是覺得原來這樣的一個賽車運動 可以累積這樣的一份情感 我要講的就是孫國軍了 因為孫國軍在這兩天 最後一戰的兩天賽事當中 也都有拿下冠軍 而且他的老闆小三也都哭了 你自己怎麼看這樣的一份情誼 在整個這樣的運動當中 是喔 那個孫國軍這兩天真的是發光發熱 那他從原本的可能成績都還在蠻中後段的 那這幾年可以看到他很努力 然後在最後一戰真的是表現出非常亮眼的成績 還有一些非常驚人的超車的技巧 相信他在他們的車隊的裡面 他的地位已經超越他老闆 所以叫他過來一下對不對 我想對於孫國軍來講 因為大家可能過去叫孫亞軍啦 一直拿第二名 一直沒有辦法獲得冠軍 終於在最後的兩天的比賽當中 得償所望 我想這也是蠻特別的一個部分 那TSR部分在這五戰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特別遺憾 或者是特別意外的一個地方 喔 我像我覺得最特別上是 電動車的比賽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從他們的恩樂輕酬 從去年2022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之前都是我們Gogoro在一支獨秀的狀態下 2022年由我們光陽加入之後 他們首戰光陽就拿下了冠軍 然後這個面子當然Gogoro是一定要討回來的 掛不住啦 掛不住了 所以在2023年的時候呢 Gogoro就傾巢而出 整個公司的力量來支持這個比賽 那終於在2023年第一戰又把面子討回來 可是殊不知在那個第二戰的時候 大家應該觀眾朋友印象很深刻 大家都期到沒變了 然後最後第二戰是由我們光陽拿下來 那在第三戰呢 在第一回合跟第二回合呢 Gogoro跟光陽各有千秋的支架 這樣 各拿下一個冠軍 但是最後是用積分的方式呢 Gogoro今年驚險拿下了電動車組的 兩個冠軍 所以電動車的組別真的是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對啊 所以明年我想在電動車這個組別這個可能競爭會更趨白熱化 但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因為今年其實也推向國際有邀請到非常多的國外選手來到台灣 但有幾位日本選手是不是在比賽的過程當中或者是沒有辦法下場比賽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啊蠻可惜的 今年原本 長谷布倫選手 年初就回來 可是最後一戰呢 因為 那個 一些原因 他沒有辦法出賽 雖然他本人特別從日本有跑來關賽 他也是非常關心我們TSR的比賽 雖然他本人有到場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出賽的關係 所以這蠻可惜 我真的很期待 長谷布倫呢 回到TSR比賽 同時這一戰 黃浩也是王者歸來 看看這幾個選手 還有當然詹柏堯我們的騰勇有個這幾位頂尖選手的對決 這算是今年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另外當然就講到了 除了邀請到日本的選手來之外 今年TSR更加的國際化也邀請到了包含菲律賓 Moto Dick 這個百萬網紅 是 然後韓國的選手Yumin Lee等等 還有來自日本的像女子選手 中遠妹海選手也拿下了分組的冠軍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國際化邀請到更多的 國外選手來到台灣 參加TSR這樣的一個賽事 其實對整個台灣的賽車產業 或者是TSR這樣的一個賽事 有什麼樣的一個改變 當然是一定是有很好正面的改變 因為所有選手間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只是我們要讓那個選手們呢 到國外比賽 我們今年有一些積分的比賽 所以可以讓選手們到國外比賽之外呢 我們也極力的邀請那個外國選手來台灣比賽 像這次邀請的這些國外選手 都是很知名的選手 當然剛剛有提到的我們中遠妹海選手 他從年紀很小 他是小朋友的時候 Junior的時候就開始騎車了 騎到現在他也才20出頭歲 還可以在台灣拿下Bike B組的冠軍 這非常厲害 還有另外有幾位日本選手 他們其實在日本呢 都是蘇克達原廠組的冠軍跟亞軍 然後這次來台灣也可以拿下不錯的成績 他在排位賽的時候就可以拿下不錯的成績 然後還有我們的菲律賓的選手 兩位選手 他們其實 雖然才剛踏入賽車界 第二年而已 但是他們的表現是 也算是排在中段 反正這樣也很厲害 因為TSR的比賽其實強度蠻大的 你能夠排在中間就已經是 證明的實力很厲害 那這兩位選手呢 也有表明說 他們明年想要一整年來參賽 我們也是非常歡迎 那他們那位百萬網紅 兩百萬網紅追蹤的 他也帶了很多東南亞的朋友 到現場來 以及在現場觀看 這個國際之間的交流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有幫助的 而且他們在賽後訪問的時候 其實都講到了 因為最後一站下的賽車祭典 是在台南安定賽車場 他們也都認為台南安定賽車場 挑戰實在太大了 因為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賽道 所以也讓這些國外的選手 來看看台灣選手們的一個水準 其實他都也講到 非常非常的高檔演出 所以對於 整樣去培養這樣的一個賽車產業 我想對於國外選手來到台灣 是一個非常有幫助的一件事情 那一整季下來 因為整個TSR是五個分戰 從前面 萌萌懂懂到最後 大家都是精銳進出的一個表現 你自己怎麼看整個賽車 在經過五戰之後 有沒有讓你留下比較印象深刻 或者是有趣感動的地方 充滿了很多的感動 這個賽車場 其實我跟選手 其實大家都認識蠻久的 然後可以看到他們平常練車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開著車 然後去賽車場 其實就是車速露營了 就直接住在那邊 這樣比賽前就這樣 練兩天 練禮拜六 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心意在練車上面 然後就他們贏得冠軍的時候 大家都哭了 你是不是在說社會軍 中國軍也哭 黃廷雲他們也哭 黃浩也哭了 莊小三他們也哭了 其實鎮林哥可能沒發現 在轉播的時候 其實我也哭了 你也哭了嗎 我就偷偷在旁邊這樣擦眼淚 看到大家的成長 這也是要我講到的 就是我覺得最感動的地方 因為前面我也講到 懵懵懂懂是什麼意思 因為在第一站 大家可能剛踏入賽車這個產業 這個比賽 然後到第一組 可能是一個新手 一開始騎車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該走什麼樣的攻擊路線 或者是很誇張的 很不可預測的一個路線 但是真的到第五站之後 大家的進步真的是 用眼睛看轉播 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TSR的比賽 對於這些選手來講 對於整個產業來講 真的是太重要了 尤其今年又加上了 我們全部分戰的一個轉播 有透過電視轉播 又有什麼樣 不一樣升級的地方 對於整個賽車產業鏈 完全都有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從最上面的 像我們的車廠的部分 前幾年我們的比賽 可能都是由三頁在稱霸者 三頁的近戰車型在稱霸者 可是近兩年來 我們三洋的加入之後 生態圈整個改變了 所以尤其在又有 電視轉播的效應之下 汽油摩托車上面 三頁跟三洋 兩大車廠 都是請住全公司的力量 在這個車輛的發展上面 像他們裡面的工程師 有很多也有下來參加比賽 像PGO也有工程師 下來參加比賽 所以車廠方面 他們都請住了很大的心力 然後在對於選手們而言 我可以看到電視轉播之後 選手們也很敢投資於自己 從眼睛看得到的部分 畢竟電視轉播全國看得到 連國外都看得到 一定要穿得很帥這樣 對對對 因為有非常多的選手 他們投資在自己身上 那一整套的裝備 十幾二十萬是跑不掉的 除了看得到的地方之外 還有看不到的地方 他們的練車 真的大家都練得很勤快 從臉書上面 或者IG上面可以看得到 他們平常練車 真的是花費了很多的精力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 不品的開發商 對 他們也是非常的在 極力的要配合 我們的賽制的改裝規範 非常快速的開發出 性能又好 然後又符合賽規的這些 庫品 所以呢 在整個賽車產業鏈 有這個電視轉播的效應之下 整個產業鏈變得非常的活絡 所以在今年 應該說從上一季的 最後一戰下的賽車祭典開始 就加入了電視轉播 那今年是五個分戰 尤其最後一個分戰 是兩天的賽事 都有加入了電視轉播 那今年規模已經做到這麼大 明年2024 這樣該怎麼辦呢 你對未來下一季或者是 下十年的一個TSR 有什麼樣的一個期許啊 那鄭林哥對於2024年會 我當然是希望能夠 有更多的一個分戰啦 因為讓我們也看到參加的人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分戰 讓更多的喜愛賽車運動的朋友 都可以來參加這樣的一個比賽 是的 那我們也希望TSR能夠更走向國際 計畫 除了我們邀請國外選手來比賽之外 有不少選手 他們自己也表明要 明年想要整年度參賽 那還有我們的長谷步論選手 在這一戰呢 其實也積極的在尋找 明年的合作的車隊 那接下來還有我們的 其他選手們的動向 也值得大家持續追蹤 所以這是2024年我覺得 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年 所以2024的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而且對我來說 轉播今年五戰有點不太過癮 覺得時間實在過太快了 所以希望明年2024整個TSR的分戰 可以更增加更多 讓所有的喜愛賽車運動的朋友 都可以來親身體驗一下 下到賽道上 比拼競速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那今年2023TSR也完美落幕了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